桌上來了 嗚呼 早安大家 Day 2 在月後湯澤醒來 然後發現 全部就是置身於白雪世界裡面 這邊就讓大家看一下 他的積雪 多漂亮吧 這是我們床的正前方 看出去的風景 整片都是白色的雪 哇這打開 看超漂亮的我的天啊 厚厚的雪 然後山頭上一點一點白白全部都是雪 很厲害耶 然後看這邊 然後這邊出去啊剛好高鐵經過了 這邊 這邊 這條高鐵 剛好一台車 看得到遠方的山頭嗎 山頭上都白白的 雖然不是很明顯 應該說雖然不是很多 但是我覺得 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睡醒就是這樣雪白的世界 天氣真好 昨天還下雨呢 然後看這邊 然後這一邊看出去啊 你看滿滿的 哇天空超好看的 這是我們飯店的名稱 然後這邊有一個藍色的 它是那種大型的上山的那種纜車 這邊 這邊有一台 然後藍色的旁邊其實還有一條線 它是那種 比較小型的 兩人兩三人做的那種小纜車 是上山的 背景聲音是 溪流聲 整個都是積雪 它還滿深的 看一下下面 這是溪水 這邊 然後下面這邊 左下角這邊 是我們飯店的 溫泉 泡湯的地方 這個就是高鐵 這一條 鐵路 新幹線跑的地方 我們現在要去那邊啦 山的那一頭 我們要去滑雪 這房間 跟美好的景色說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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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哈嘍 我們在民宿老闆的推薦下 找他朋友租了 就是全身上 像童褲目鏡 然後外套 鞋子 然後 這個都有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到 你看很漂亮 山的那一頭 然後 那邊滑雪 然後老闆對我們超好的耶 他打了七折給我們 原本是五千塊全身 然後他只算我們三千五百 對他算我們三千五百塊 然後我們現在要走過去啦 很花花很詭異的那個 走路方式 因為這個鞋子很難穿 OK 可以嗎 我們走了一小段路 然後終於走來這裡了 這是 吃一個車站的概念 然後就可以搭纜車 這樣搭上去 但是因為這身行 真的很不好走 已經 很熱了 你有流汗嗎 我現在全身都是熱的 所以來這邊可以不用穿太多 因為 走路就很麻煩 好啦我們要去搭車了 這邊 歷經了千辛萬苦 終於 來到了 這裡 各位觀眾 請看 全部 都是 銀白色的雪世界 真的是好開心喔 可是 這陣裝備真的很難走路 我們要坐那個 兩人的纜車 要坐上去 希望不會摔死才好 待會見囉 花費了很大的功夫把鞋穿上去 但是 無法前進 無法前進 好了嗎 坐上來了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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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種很安靜很安詳的感覺 這是我第一次來滑雪 雖然說現在沒有下雪 可是到處都是雪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美很美 太漂亮了 不知道該用什麼來形容 磁窮磁窮 我剛下來的時候也是摔得很慘 我真的整個傻眼 花雪好難喔 我剛剛光是下來那段都摔了三次 都摔了三次 好累喔 它才很漂亮好厲害喔 我才剛剛誇獎它而已 不過還是很厲害很厲害 我沒有滑的勇氣你知道嗎 太厲害了 覺得要挑戰 我只能說這邊的每個小孩都還會滑雪喔 我們剛剛就是已經摔到 再也站不起來的那種痛 就是 沿路摔耶 我從上面這樣 滑滑滑下來 然後沿路摔沿路摔沿路摔 然後摔了好幾次 真的是痛到不行 然後我剛剛還在滑的時候 然後 GoPro放口袋 然後摔下去 就這樣飛出去的時候 GoPro還飛出去 然後手機也飛出去 我在吃 心好痛喔 天啊 這是觀光課挑戰滑雪失敗 但是我學會怎麼轉彎 這是我剛剛看別人在滑雪道的 看一下這個妹妹 我覺得他應該 只有幼稚園吧 很厲害耶 超小一隻的 可是他可以留得這麼好 我們這件事 沒有辦法 太困難了 所以我在旁邊堆雪人 堆雪人 雪人 堆雪人 好 沒有 我們要回去了 我們花了三個小時 然後 很累很累,真的很累 這邊就是我房間看出去的那個景色 很漂亮,你們看 超美的 然後這雙鞋子已經學會該怎麼走路了 用腳跟 用腳跟走就很好走 我們要 完裝 掰掰 好啦,我們都整理好換裝完畢了 這是我們的旅館 昨天晚上說的 旅館的對面有一片很漂亮的白色世界 是這一片 整片都是白的 好想在上面翻滾啊 不過 依據我昨天採雪的經驗啊 就是 看起來好像很淺 但是實際上可能會很深 因為我昨天 晚上就有稍微踩了一下 然後有陷進去 就是 到小腿的一半 就覺得有點可怕 所以不太敢亂踩 看起來好像都很淺很漂亮 然後 最遠方白色山頭 真的很美 這邊應該看得比較清楚 白色的 超漂亮的 天氣不好 氣象說12點過後會開始下雨 所以我們 要準備離開這 回到市區啦 這邊 這邊也有一片雪 我昨天就是在那邊玩雪的 請看 對啊 這是我昨天的手掌印 這是我昨天的手 你看看跟我的手一樣大 這是我昨天玩的 整片都是雪 真的超美的 其實它陷進去很深欸 整個鞋子都 陷進去了 對啊 鞋子會濕 我是褲子會濕 我鞋子是防水的 好啦好啦我們要去吃飯了 掰掰 掰掰 我們現在在那個 越後湯澤的火車站裡面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廣場 這個 然後它門口有一個醉漢 地板上也有一個 然後右轉進來 最後有一個這個 這邊有寫 16歲不能進去 欸 我好像不能進 然後啊它整排都是這個 可以喝酒的 可以喝酒的 它就有不同酒迷 然後頭錢 然後放酒杯 就會有酒可以喝 我們要 來買酒喝 待會兒 會不會酒醉搭新幹線呢 哈哈 酒醉旅客 我們剛剛在入口那邊 然後買了這個杯子 一個人是500塊日幣 500塊日幣的時候 他會給我們這個代幣 第一個先來喝這個 然後頭錢 然後剛剛拿出來的酒 就可以直接喝啦 不知道味道怎麼形容 我喝這個 上散落水 哈哈 限定300杯 完了嗎 我先完了這個 第二杯要投這個 它這邊寫今天限定300杯 所以肯定就是要喝看看啦 那它這是三美 所以我們就要投三個代幣 這樣我就剩一個 因為我剛剛喝了一杯 然後投了三個已經要四個了 按下去 這是剛剛投的那個 大金釀的酒 300杯的酒 喔這比較順口耶 不會像剛剛那個 很香 很香 好好喝喔 嗯 嗯 炫厲害 剩一個代幣要來找一個的 最後一個要來喝美酒 這邊一枚代幣 咬一下 美酒的顏色真的不一樣 剛剛都是透明的 這個是比較偏黃色的 啊 就是美酒很香 很濃 好酸喔 很酸 超酸的我的天啊 超酸的我的天啊 超級酸 不夠還可以再跟它買 耶 會不會酒醉搭新幹線呢 哈哈 酒醉旅客 我們買好車票了 我們現在要回到 上野車站 去今晚上住宿的地方放行李 然後新幹線要進來了 新幹線要進來了 除了 衝刺 全新幹線要進來 我們新幹線要進去 快一個片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